揮拍 接球 桌球選手揮翰如雨 掌握賽事節奏 打出自己的旋風 这是已经举办八年的 士林杯桌球推广赛 来自各地的选手们 纷纷摩拳擦掌 希望拿到好成绩 我们团队里面有桌球国手 像林立如教练 林教练 还有我们司法院的 那个夏金忠 那个小大哥 他们球打得都非常好 那平常呢 我们科拉球队都有在训练 包括市议会 市府体育局跟区里代表等等 都组成队伍共襄胜举 基于疫情解封 今年活动还增加 祖孙父母跟子女的 亲子组报名 采先循环后淘汰制 球友回响相当踊跃 不断的借各种 大大小小的桌球赛呢 来提炼我自己的 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所以呢到了今年又回到 三年后又回到 曲公所的这个比赛场合呢 基本上我就没有 像以前那么紧张啦 那打得好坏是一回事情 装备一定要最好的 开始报名都是秒杀 那前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为了防疫的关系 就把亲子组稍微做暂停 那今年2023状态比较好了 所以说我们又回到 就是把亲子组再拉回来 今年的市林杯桌球推广赛 由市林区公所跟市林区体育会 携手举办 希望鼓励民众趁着疫情远离 多出来走走运动 体验既有休闲娱乐 又能健身的健康桌球比赛 享受精彩人生 记住不在意哦 台北台报报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